約三年前 中國網紅們被網上爆料熱衷於多人拼單炫富 傍上寶格麗酒店豪華套房 利斯卡爾頓酒店下午茶 法拉利超跑等奢華元素 然後輪流打卡 拍美照 發社交媒體 過著一種虛假的名媛生活 為了虛假炫富 他們甚至不惜拼單二手絲襪 中國元宇宙的世界突破了一般人的想像界限 不過 那只是中國元宇宙的1.0版 現在已經發展到中國元宇宙的2.0版 他們似乎找到了靈感 不需要拼單被爆出那麼尷尬 但又更吸引眼球 比如 創意性的找到了新的打卡地 寺廟 在莊嚴寶像的佛堂 通常是身穿緊身素色裙 長髮烏黑飄逸 妝容精緻的女子 優雅虔誠的盤膝或下跪 秀一個低頭合十的背影或側面 有的墳箱�鋪開佛巾 把身材凹成S型 在青隆秀髮 擺出或抄襟 或品茶 或吃素的姿勢 還有更離譜的 穿開叉袈裟帶佛衣 露腿露肩 抱著名牌包包擺拍打坐修行 美照是必須的 幾張照片就可以慢節奏 攒成幾分鐘的視頻 再配上摘抄複製過來的雞湯禪藝文案 傳遞出一種和炫富截然不同的清淨脫俗氣質 一副出淤泥而不染的人設 令人眼前一亮 發在中國的抖音 快手 微博 小紅書等平臺上 只等點贊自動來敲門 這一類網紅叫做佛源 在幾乎所有社交平臺上廣而告知 痛訴自己患甲狀腺癌 甲狀腺結結 乳腺癌 抑鬱症等 但配圖上明顯可見 祝願不忘化濃妝 讓人開叹 怎麼病也可以病得這麼美 楚楚可憐的樣子 又讓粉絲頓生情心 秀過幾天後自稱已痊癒 勵志地秀出剪刀手 並分享自己術後的恢復心得 當然 在這個過程中一定順便帶貨 會向粉絲們推薦疤痕修復貼 保健品之類的產品 且聲稱 這些產品都是已經經過自己親身驗證效果上加 這一類叫做病源 針對上述現象 北京市某三甲醫院的醫生表示 一般情況下 患者在公立醫院住院是不讓帶複雜化妝品的 最多就是洗面奶或者肥皂 醫學是一門神聖的學科 醫院是救死扶傷的場所 這些人為了博關注 引流 掌粉 帶貨 聲稱自己身患重病 在醫院裡化妝擺拍 既是對醫學 醫院的褻毒 更是對承受病痛折磨患者們的不尊重 病源向消費者或者病友們推薦某些未經權威機構認證過的產品 更是涉嫌虛假宣傳 有的身批浮誇禮服 長裙飄逸 艷光四射 看起來就是一幅即將要去嘎那電影節走紅毯的架式 但不知道是不是導航搞錯了 總之 結果就是拐進了菜市場 在周圍豬肉白菜 擺滿攤檔的環境下 無視菜市大媽側目 踩著高冷的貓布 硬是把窄窄的菜市場過道當成了梯台 場面十分詭異 這種叫菜園 有意思的是 真正把菜園帶火的 是知名奢侈品牌Prada 在上海跨界開的一個菜市場 是的 你沒有聽錯 這個國際知名奢侈品開了一個菜市場 本就是奢侈品的Prada 當然會自帶熱度 一開店就大排長龍 擠滿了慕名而來的大眾 這個菜市場 無非裝修到處可見Prada的標誌 其實裡面賣的東西也沒有什麼獨特之處 蔬菜瓜果也只是平常 售價也不是奢侈品價位 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 買了Prada菜市場的蔬菜瓜果後 顧客都會得到一個印上顯眼的Prada品牌logo的包裝紙打包 所以 就是那層包裝紙 足以吸引很多極度愛慕虛榮的人 網紅們聞到奢侈富貴的味道 就像貓聞到腥味一樣 更是蜂拥而來打卡蹭熱度 諷刺的是 生鮮帶血魚肉由於不方便用Prada包裝紙打包 本來應該是需求很大的賣生肉攤檔 反而生意不好 有一些網紅在店裡買了一把芹菜 拍完照後 沒走出菜市場多遠 就把芹菜扔進了垃圾桶 只留下Prada包裝紙 這極度虛榮的一幕 讓辛苦而又掙不到多少錢的環衛工人 看得目瞪口呆 性感高跟長腿 黑絲 超短裙的女子 路肩路腿 顯身材 看起來明明是個派對女王 不知道是不是又用了同一款容易出錯的導航 結果拐到幼兒園門口來了 在一群灰頭土臉接娃家長中 顯得極為出挑 她在社交媒體發文自稱接侄兒 但街頭旁人只看見她頻頻換裝好幾套 助手忙個不停拍視頻 就是沒見她接到任何一個孩童 可能她的職兒是手機卡充值積分送的 忘了就忘了也無所謂 這種叫幼兒園 有的一身玲瓏凹凸的景深超短裙 高跟鞋踩在農田土坡上 你甚至會擔心它崴了腳 而發在社交媒體上的美照 就是穿上都市OL 旗袍大賽 甚至化妝舞會該有的裝束 來幹開拖拉機 燒柴火飯 插秧 離地等等農家人才會幹的活 旁邊除了農家環境 還有穿著吐氣的農村大媽大叔等跑龍套的做陪襯 主打的就是眨眼的違和感 這種叫做農園 還有 在滑雪場冰天雪地的環境中不畏言寒 故意穿著背心 露旗裝 甚至比基尼 總之 滑不滑雪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定要秀出迷人身材 這種叫血緣 在社交媒體公開自己剛離婚不久 並曬出離婚證和自拍美照 主打獨立女性人設的叫黎緣 堅持只穿旗袍 旗袍誇張剪裁 露肩露胸 還必定高開刹 露長腿 主打色情擦邊球的叫旗袍員 海歸高學歷 去艱苦條件邊遠山區支教 主打人美心善人設的叫支教員 去餐廳自稱是擁有巨量粉絲的網紅 蹭吃蹭喝 美食美妝擺拍的叫飯員 源源不絕 創意無限 地球人再也無法阻擋中國元宇宙的爆發 不得不探服中國網紅們在挖空心思 吸粉方面的創意 炫富太低俗 那遠離塵銷 燒香禮佛夠脫俗了吧 生硬帶貨欠說服力 那親自住病房再帶貨有帶入感了吧 總是出入高級場所太高高在上 那下農田幹農活夠接地氣了吧 事實上 這些花樣翻新的角色扮演 各式各樣的緣都是同一個套路 利用社交媒體演一場戲 故意讓自己的顏值 身材 裝扮和場景形成強烈反差 營造白富美偏偏落入繁城的人設 不管粉絲是不是看到出戲 反正吸眼球波流量的目的已達到 有的網紅僅僅發了5個視頻 就漲粉超過了11萬 可見 這些圓的花樣套路的確獲得了流量密碼 快速聚攏 聚量粉絲後 就開始開播或打賞 帶貨變現 如果還因此能獲得富二代青睞 那就是更大的收穫 雖然擁有基本理性的群體 不難看出其中的套路和過度包裝 但用戶市場中 永遠存在願意為顏值和故事買單的群體 而且還為數不少 這就是中國的原經濟 精心美顏修飾和角色設計包裝下的各種原經濟 明顯就是真實的劇本殺 而且是真的殺 騙你的眼淚 財物 甚至是健康 那些虛構場景編造故事 直播帶貨 或者以其他在線營銷方式銷售的產品 質量是否可靠 有無安全風險 是否經權威機構認證 其所傳播的康復療法 是否經專業人士認可 會否給相關人群某種錯誤示範 這些統統都難有保障 在維權成本極高的中共治下 消費者為各種語言衝動買單的後果 最終大多只能自己承擔 央視網 工人日報等多家中共官媒表現的義憤填膺 點名痛批佛員等現象看似與世無爭 實則物欲橫流 使妖孽混進了佛門 連狐狸的尾巴哪裡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 這樣的狠話都說出來了 中共國家網信辦 公安部等多部門更是聯合發布網絡直播營銷管理辦法實行 對網絡直播營銷行為的各方責任進行明確規定 也專章明確直播營銷平臺在其中的日常監管使命 裝模作樣地指出 不管是哪種原經濟 一旦涉及商品的質量安全問題 關聯到真實的消費權益 治理層面就不能做事 各大短視頻平臺已相繼對各種原相關內容 進行了處罰和清理 然而 對奢華生活的膜拜並不是中共官媒的狠批 和社交媒體平臺的清理就能消除的 在中國 已故前任總理李克強曾爆出真相 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 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 也就1千元 1千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 據中國中金公司發布的報告顯示 中國13億人口人均財富僅2.3萬元 佔人口比例92.62% 中產階層人口990萬 人均財富111萬 佔人口比例7.05% 富人階層人口460萬 人均財富6304萬元 佔人口比例0.33% 富人階層人均財富是中產階級人均財富的57倍 是貧困人群人均財富的2741倍 中產階級和富人階級收入差距懸殊 遠超美國和日本 這就是中共治下貧富極度懸殊的基本盤 由於差距大到超出想像 所以無論是元宇宙1.0版的直接炫富 還是2.0版的另類炫富 這些能激發並滿足人們對平日裡接觸不到階層的窺探和想像 在中國網絡上總是有很大市場 越是貧富懸殊 越是不公平盛行的社會 越是流行拜金主義 不僅是網紅們大量的粉絲拜金 網紅假名媛們簡直就是在示範拜金的正確姿勢 然後高高在上掌握著巨量財富的金主 中共統治者出來扮演正能量 抑正慈言地批判拜金和炫富 這裡面充滿了價值扭曲和現實荒誕 2021年9月 中共央視網評論題為 這群佛員真是欲賀難填 對佛員大肆鞭挞 佛員被視為混進佛門的狐狸精 在中國的所謂佛門 現在難道還是清靜聖地嗎? 中國福建省莆田人承包了中國90%的寺廟 完全按照商業模式運作 高價買賣香火 攫取暴力 這在中國旅遊界 宗教界 早已不是秘密 要論騙錢的規模 體量 危害性 均遠超佛員 但從不見官媒批判 甚至在中國國內對此支持者甚少 這是另一個話題 值得我們另批內容專門講述 這裡不再展開 佛員們的做作騙流量固然值得批評 難道狠批佛員們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後台好欺負嗎? 再說了 如果要論騙錢 壓榨民眾 還有什麼圓 什麼寺廟 比得過中共極權統治者呢? 打一個比方 好比習近平大肆反腐 在任以來懲治無數貪官 這些貪官 固然應該得到懲罰 不值得可憐 但習近平利用職權 公然攫取數以億計的稿費收入 習的清姐 清弟 在新冠疫情期間 大發橫財 賺得盆滿钵滿 習的表弟在澳大利亞大肆洗錢 轟動澳洲政界 習家族的貪腐 在國內外橫行無稽 劣跡斑斑 不正揭示了其面目的虛偽可憎嗎? 如果說佛員們是狐狸的尾巴遮掩不住 那麼中共 習近平的惡狼尾巴 又何嘗不是招搖得很? 在媒體和公眾的口誅筆伐中 事件卻出現了逆轉 人們赫然發現 中共的媒體報道配圖居然公開造假 隨後 配圖涉及的數位當事人 在社交媒體上做出了澄清 微博博主 發布病例報告和律師聲明 表示《健康時報》報導 錯誤使用其個人照片 對其裝病帶貨的描述與事實嚴重不符 另一位當事人表示 自己拍照僅僅是記錄治療過程 未曾想照片會被盜用 並因此遭到網報 微博博主艾特012化生 澄清說 他拍照的地點是燕芳歸客棧 因為覺得院落好看 就拍照在小紅書上分享 卻被道徒構陷為佛員 在這幾位當事人身上 病原沒有帶貨 佛員也不在寺院 反倒是盜用他們照片的評論者 有藉機賺取流量的嫌疑 真相如何或未確定 但已經可以確定的是 主流輿論一致絞殺佛員病原們 就這樣一竹竿打死了一船人 佛員病原污名化的惡果 卻由所有誠意追求佛教信仰慰藉 僅僅是喜歡在社交網絡上分享相關話題的年輕女性共同取承擔 2016年 諾頓安全公司的一項研究發現 在一千名接受調查者中 近半數在網上經歷過某種形式的辱罵或騷擾 其中30歲以下的女性所佔比例高達76% 許多研究發現 女性會為了避免受到謾罵而選擇在網絡上隱蔽自己 與此同時 網絡語言暴力會對受害者造成實際傷害 比如經歷焦慮 壓力 恐慌 缺乏自信和產生無力感 當對佛員病原們的指控 泛化為無差別攻擊 她們遭受無數諷刺謾罵等網絡暴力 將讓她們甚至更多女性在自我審查的壓力下 不敢再在網絡上合法表達相關話題 這種副作用的傷害性 絕不比幾個疑似騙流量的某某原小 究竟誰是誰非 看起來並非一目了然 但重點還不在這裡 關鍵是 中國為什麼會產生這類網絡亂象 中國有句俗話說 只許週關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只有權有勢的人自己可以胡作非為 老百姓卻連正當活動也要受到限制 這正是中共一向以來行事的雙重標準 越是雙標 越是會讓社會亂象分成 進而不止 在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情況下 網紅們製造的內容 越發趨於刺激和滿足人性裡的虧思 意淫 八卦等陰暗面 粉絲滿足了欲望 網紅們收割了流量並變現 富二代和網紅們互為獵人和獵物 有怨打的也有怨癌的 本來也就是各取所需罷了 但統治者卻看不過眼了 冒充起道德批判者的角色 在本來需要建設好法治環境就行的時候 中共官方卻會假扮高尚跟你講道德 比如狠批各種語言是狐狸精 在關照自身道德被發現污秽不堪的時候 中共官方就會語重心長的跟你講國情 比如宣揚官員私有財產不適宜公開 當你聚焦於百頁蕭條的當下國情 因此才有那麼多人努力想方設法 在網絡上尋求一點生機 但中共官方又會跟你講 網絡不是法外之地 作為極權統治者 中共總是搶佔贏家高地 但普通人的出路生機在哪裡? 中國元宇宙爆發的現象本質上是什麼呢? 網紅經濟讓一些出身普通的女性 可以借助自身的顏值和身材 取悅粉絲 博取流量 打破門檻 實現階層躍升 該路徑逐漸廣為人知之後 競爭變得激烈 再加上監管缺席的外部環境 這才自然出現了這種社會或市場現象 中國還有一句俗話叫做 上樑不正下樑歪 比喻領導上輩或上層人物不正派 下邊的人就會跟著學壞 這不正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寫照嗎? 統治者 中共這個上樑 本身就整天正事不幹 專幹壞事 下面社會如果沉迷於拜金主義 消費主義的怪圈 既不足為奇 又遠不如上樑危害性大 網紅元宇宙各種亂象 確實是歪了 指責各種圓欲賀難填是容易的 但人們需要思考的是 中共上樑那些滔天巨貪 是否更應該被怒斥為欲賀難填? 如果法治 媒體 民間輿論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那又是為什麼呢?